法西在地新聞繼續來講酒精 現在都做不到 有百年歷史的宜蘭酒手 最初出名的紅蘿酒的生產線減停 開始來生產75度的酒精 為了要來刮生產的速度 就直接用紅蘿酒的四角桿子下的地酒精 雖然對酒精來說 做酒精的理想 並沒有紅蘿酒那麼好 但是可以協助奉獄 也是真有意義 大家拜託買酒精 但稍微看 布蕾桿子很特別 這四角形的桿子中 看起來很明顯 跟紅蘿酒一樣 原來是宜蘭酒餐 為了加酒 豐益酒精的生產 特別中紅蘿酒的生產 山漸停 該製造生產75度的酒精 每一罐是六百合金 有價每天可以生產四萬兩千罐 為了冠軍生產 就直接用紅蘿酒的酒精來製酒精 這桿子新天民有大的經驗大助 拿這個品種然後當作酒喝下去 也讓大家想說這是既然地心酒 很好啊 為了防護我們大百姓的健康 對對對 這樣很好 臺灣保護得很好 有百多年四位宜蘭酒 成立以來 但說都生產於紅蘿 為甘霸為酒的紅蘿酒 美國可以賣出二十四萬罐 但說是酒酒的金雞母 這處頭一處 減停生產到一方向 酒酒說紅蘿酒的尊重要有夠 大家放心 雖然收集減酒 但是可以替社會 賺一份的心力意義無共